現在離職率越來越高 光我們美食推廣部 這個月就走了三個人 今天我一定要找到 可勝任這個職務的人才 第一位請進 哈囉 你好 我是Mega Lion 你好 你的履歷上面寫 從小住在國外 那今天的面試題 請你把桌上這碗湯圓推銷給我 OK 沒問題 我覺得湯圓就是 看起來比較大的分圓 分圓 你好 我是畢業於 美國哈佛大學的高菜生 我最擅長於寫電子親書 電子親書呢 OK... 你繼續回家寫你的電子親書 謝謝你 麻煩你離開 OK 好的 拜拜 請進 麻煩你來介紹這碗湯圓 沒問題 湯圓代表的是 華人美食的文化 吃湯圓代表著團圓 以及甜蜜蜜的意思 正所謂我們要推廣我們的湯圓 所以要來唱這首歌囉 甜蜜蜜 你小的甜蜜蜜 我坐這位先生 甜蜜蜜的 我們這裡是食品推廣部 不是歌唱選秀節目 我想你走錯地方 下一位 謝謝你 好大聲喔 我怎麼覺得你看起來有點面熟啊 你好 可能是因為我有張大眾臉 看你手上拿這麼多證照 請你先自我介紹一下 好的 你好 我是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 擁有相碩士學位的 我手上有許多證照 因為我隨時隨地都在考證照 為我的人生加分 而我手上擁有的證照 有美甲證照 還有美容證照 還有寵物證照 還有醫學相關證照 還有所有農業相關證照 不過我就是沒有駕照 沒有駕照沒有關係 我們是要招考業務員 那請你示範一下 推銷這個湯圓 好的 說到了這個湯圓 就代表著圓圓滿滿 如果我們人生在世 是一定要吃點湯圓的 因為以前老一輩的祖先 他們認為 紅白湯圓代表著一種陰陽交替 所以呢 到了冬至這一天 我們是一定要吃個湯圓 代表我們又長了一歲 說得太好了 你也是這麼久 只有你一個人可以把湯圓的油 來說這麼清楚 謝謝你 所以就是我被錄取啦 明明天 不好意思喔 你怎麼還在這 我不是叫你去報名選秀節目的嗎 大頭經理 有你的線上電話啦 喂 哪位 什麼哪位 我是你老闆 老闆是 有什麼吩咐 我正在面試新員工 不用面試了 我告訴你 剛剛那個唱歌的 會直接坐你的位子 什麼 請問一下 我明天一定要來這裡上班嗎 不用喔 業務部沒有缺人了 沒缺 沒錯 因為現在經理是我 妳 去賣湯圓吧 是 這個湯圓 這個湯圓圓又圓 有分白的跟紅的 吃得下去又會團團又圓圓 最後我們到台北市東區巷子 吃道地的韓式烤雞 你好 你好 我是奧瑪瑪 帶著濃濃口音 阿里郎李東勳 把原汁原味的韓國料理 帶來台灣 而店內主打的就是韓式烤雞 剛出爐的烤雞還散發著香氣 師傅趁熱把雞肉剪成小塊 方便顧客入口 將鍋中的雞塊淋上特製的醬料 跟韓國年糕一起翻騰攪拌 讓醬汁更入味 非常好吃 然後它的雞肉呢 很多汁而且很嫩 也很順口 它滿特別的 因為它外面那個皮很脆 然後其實不會很油 然後裡面那個雞肉還滿多汁的 刺雞然後配啤酒 是一種韓國的文化 我看到這個地點很適合 跟這個看起來是韓國 有大貢小魚的那種感覺 似曾相似的亞洲街道風情 但在美食餐飲林立的一級戰區 要能打響名號 就算是韓國來的烤雞 也得做出獨特區隔性 光是醃漬就要放置兩天 讓雞肉更入味 因為有獨門配方 店家堅持不公開 而一隻雞 才切成雞腿 雞胸等四個區塊後 再剪成14到16塊的小雞塊 我們烤的方式有兩種 一個是玄米烤雞 另外一個是脆皮 那脆皮的話 一般像類似那種 北京烤鴨烤的方式 但是消費這個需求是要 是吃起來那種有炸雞的口感 為了呈現出那個味道 我們故意加那個玄米粉 有炸雞的那個口感 所以我們是放那個玄米粉 放入烤箱 以220度以上的高溫 烘烤13分鐘以上 因為傳統的韓式炸雞 太過油膩 李東勳引進的韓式烤雞 能夠超越炸雞的口感 但卻完全不用一滴油 號稱是低卡無油 走健康路線 台灣的烤雞多半 不會用這種方式處理 幾乎都是可能炸的 然後果粉去炸 沒有像這個這麼多原化 店內除了烤雞之外 還有這個道地的辣炒年糕 也是很多人來店內必點之一 熱好鍋後 加入水和韓式天婦羅 放入青蔥和紅蘿蔔 加入幾條韓式辣醬 主角長條狀的年糕下鍋 就完成了這一道美味的辣炒年糕 其實辣炒年糕好不好吃 重點就在於醬 所以我們這個醬是 除了辣椒醬以外 我們加一些韓國的一些調味 就是我們靠這個醬 這本身是很好吃的 如果五米不樂 那麼店內的一口飯糰 也可以先來墊墊味 糯米煮熟之後 加入鹽巴和芝麻 放入條狀海苔 用手攪拌均勻 像搓湯圓一樣 把糯米揉成糰 就大功告成 這一道是李東勳認為 可以快速上餐的食物 也相當健康美味 六年級的李東勳 曾經在政治大學念書 因此講的一口流利中文 對台灣環境也算是熟悉 但是創業之初 還是會遇到棘手問題 一開始因為很多人知道 韓國炸雞油 所以我們畢竟是烤的 但是看起來是叫炸雞 因為我們放玄米粉 又脆脆的 所以很多人呢 消費的一開始誤會 我們是賣炸雞 然後三個月的首先 三個月的時間 不斷地互動 強調說我們是賣烤的 這個是第一個困難點 第二個是因為台灣本身 我要就是一個排煙問題 要解決 要加一個靜電機 或者是什麼活性碳 因為鄰居有一個反面 所以我們就裝一些 那些設備 那個也是第二個困難的點 跨海來台發展 雖然艱辛 但相對過去 在韓國擔任副總 韓國人重視形象 重視能力 高競爭力的高壓環境 李東勳選擇 放下過去的體面 找到在台灣的小切心 韓國人很在意 其他人怎麼看我 要維持那個形象 但是我發現 在台灣 我跟朋友吃三十塊牛肉飯 比我在韓國去 無心機飯店吃飯幸福 這個幸福只是 不一定是用錢買的 那所以我覺得在台灣 這整個社會 當然是我問很多台灣朋友 他們有壓力 賺錢有賺錢的壓力 但是韓國 的確是韓國 在意的東西比台灣多 韓國炸雞市場競爭激烈 李東勳不在紅海中搏鬥 反而引進健康無憂的烤雞 到台灣來開拓藍海市場 表客旅館 韓國中有約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